統裝瓦斯再度調漲引爆民怨 民進黨團今天在立法院會提案 要求政府儘快調降 家用統裝瓦斯的價格 並且對弱勢民眾進行補助 最後院會同意把這項提案 禁服二毒 同時交付朝野協商 國民黨團則希望行政院 在一個月的協商期之內 切實檢討 跟民眾好好溝通 統裝瓦斯再度長假 不管店家或民眾都大喊吃不消 面對民眾反彈聲浪不斷 民進黨立院黨團六號 在立法院會提案 要求政府儘快調降家庭 用統裝瓦斯的價格 並針對使用統裝瓦斯的弱勢民眾 提出補助案 並依照過去立法院決議 將痛苦指數以及實質薪資等等 經濟指數納入天然氣 以及瓦斯的調價機制 照顧民生 這是在國營事業的存在的 一個最基本的價值 如果這個價值不能存在 應該要讓它完全全面的自由化 國民黨立委陳正香一度對本案有意見 王清明馬上告知各黨團會選已經協調過本案 於是在無人反對下通過將本案進服二毒 不過國民黨馬上提案將本案交由黨團協商 一公斤應該是調八塊多 但是他們自行吸收的七塊多 只漲了一塊錢 不過漲是事實 民眾不能接受 那行政部門透過這一個月 好好去思考 未來整體的政策 應該怎麼樣來迎合民意 困難點在哪裡講清楚 李永奇也表示 六號院會前的乔委協商 就已經找來行政院秘書長陳維仁進行說明 國民黨團希望 行政院能在協商冷凍期的一個月期間 好好思考檢討 並加強和民眾溝通 記者張雄 張子佳 謝奇文 台北報導 小今 noon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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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 CW CW